政府税改列车启动 多项调整幅度史上最大 民众有感大确幸 综合所得税扣除额 身心障碍和薪资所得都拉高到18万 个人标准多2万 最高税率则降了5% 譬如说年薪37万8千的以下的这样的民众 在未来事实上因为这次税改 每年根本不需要加到综合所得税 那对于年薪2000万的这些高所得来讲的话 事实上对他的影响也非常的有感 每年可以稍加50万 营业所得税也做出改变 从17%调高到20% 单位分配盈余税率砍半变5% 会计师认为会出现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状况 如果一些企业他是过去习惯是保留盈余 不分配给股东的 他的有效税率是25.3% 可是因为这次税改会从25.3%降到24% 所以对这些获利的企业 而且保留盈余在企业里面不分配的 事实上他的税负是降低的 新方案预估超过500万人受惠 整体税收会少近70亿 最快今年完成修法 明年实施 后年5月审保实用 大爱新闻黄一杰万家宏台北报导 你会不買几家室台北报导 大爱新闻黄一杰万家室台北扇